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Esther 养心分享 眨眼就是小周末 星期五 昨天的节目出街 我就发现很多回应 又多好 而且回应都很正面 因为讲性这件事有点难度 一是就会讲到很闷 因为一般来说 讲性 教育 或者讲一些跟性有关的东西 都是一些读书很厉害 读很多书的 比如说 性学的博士 或者是医生级的 通常会讲到超坚劲 丧爆我们很闷 要么就怎样呢 就是某些男士讲很猥琐 女人讲也很难拿捏到的 Anyway 我都少讲的 如果我讲的话 通常我开班的时候才讲 但我又觉得 因为太多人是被压抑 其实我讲这件事我觉得挺适合的 Anyway 昨天很开心 看了一些feedback之后 有位youtube的朋友更正我 非常非常感恩 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竟然在这个地方 找到有人都喜欢自生修私 昨天我讲的出日本片 原来我讲错了 正式的名字 应该叫上海二人窗馆 上海就是上海 二人二就是奇异 二型的二 人 一个人就是人 窗馆 窗就是窗记 管就是图书馆的管 上海二人窗馆 导演就叫自生修私 名字比较奇怪 但日本名字是这样的 字是哪个字呢 字圆的字 山就是一座山的山 修就是修行的修 司就是公司的司 自生修私 一定是日本电堂级的 如果我看到这个DVD 我都会买回一只来做楼念的 当年我们整班理工同学 就去看 以前我年代很有趣的 又不知订的 又不知丑的 整班 因为我们整班理工同学 其实都非常情愚兄弟姐妹 所以一起会看这些高级色情片 是不是色情呢 其实它真的不是属于色情系列 好了 今天呢 我给我的私人玩具给大家看 之前呢 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因为我家里是很开放的 我记得八九年的时候 八九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第一就是北京的发生有事 这个天安门 第二就是那一年 我去了欧洲 背包包 就是背包 55天的 那一年很特别 那一年我们由公国村搬去居屋 亦都是那一年呢 我爸爸就开始真的离开我们了 就 和我妈妈正式分开了 那我记得呢 不开心事不要说 那说开心事 就是那时候我和我妈妈说 那时候我妈妈也是四十四岁而已 我就二十六岁 我记得 去完欧洲回来 那我说 咦? 那你怎样呢? 你这么年轻 只有四十四岁 那样 爸爸走了 那样 其实这些东西 很多家人不说的 就是 爸爸妈妈的感情生活 那个婚姻生活 婚姻出的问题 然后我们做子女 最关心的是什么 妈妈 那你以后的性需要怎么办 那你猜不到我们的家 是这么开放的 我想很多外国人的家 都不会这么开放 竟然我们做子女的 最关心的 不是妈妈的那个经济 其实因为 那时候我弟弟妹出了身 结婚了 只有我一个在读书 那我妈就 四十四岁 四十五岁 左右 那样 然后看她的样子 都不会真的拍拖 那我就说 妈妈 不如这样吧 你去认识个男朋友 那样 我好像有很多集讲过 如果听过 你原谅我 那我妈妈说 瘋了 那么大把年纪 我说四十四而已 那我妈妈不如这样 我买个智慧器给你 我手上这个 这个 C加Q 英文叫 Vibrator 或者震荡器 等一下说 然后我妈又笑到 前腹后仰 她有没有搞错 她说这些东西 我说 那你又需要的 那你快点 认识个男朋友 你不可以这么年轻 没有男人 然后我妈说 不想再要这些东西 那么 其实我妈妈呢 当年呢 还是很爱我爸爸的 虽然她走了 而且某程度上 可能心如止水 那这个也不是今集的话题的 那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两母女 即我们有多开放呢 即我爸爸 就跟我说 女儿 不要死在一棵树上面 那外面有一片森林的 去Enjoy Yourself 好了 那说回今天想说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呢 为什么我自己会 这个是最近买的 买了不太久 用了一两次 当然 洗得很干净的 放心吧 这样 那就 因为其实呢 人体最大的性器官 就不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也都不是我们的 女性的胸部 甚至乎不是皮肤 而是什么呢 是脑 OK 如果 男和女很不同 特别女性呢 如果要达至性高潮的话 因为我们女性的阴度 是没有神经线的 没有神经线的 要不然 就是我们女性 每个月都会有这个月经 对不对 那你摆个天堂进去 你就会开心到暈了 不会 因为是没有神经线 我们的神经线呢 就在妹妹的上面 那粒叫做 阴梯 不是不是不是 叫做 是阴梯的 OK 阴梯是什么呢 就是 性器官的上面 有一粒很小粒的东西 OK 那粒很小粒的那一粒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glitterous 英文 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譬如男性的性器官 就是这样 你大概可能 不知道 小一点的三寸 大一点的六寸 就是 就是 勃起了之后 是不是 而 其实女性的glitterous 那个阴梯 就是男士的阴镜 縮小了的版本 剩下的丁呆 所以有时候女士呢 一个不小心 妹妹的阴梯 撞了桌角 是痛到你真的流了眼水 流了冷汗 因为那里是很痛 这样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 为什么我最近都买过这些 智慧器 或者 vibrator 因为 我想将这件事的事情 有那么短 縮到那么短 第一就是我依然 就是以我现在的年纪 我还有性需要 有身体的需要 生理需要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要 就是我女性 要达到性高潮 不是那么容易 要么就去 就是看那些色情图片 是不是 那我又会觉得很内疚 因为我现在是 读书会的主持 是不是 我是一个修行人 真的要看这些东西 是什么呢 要么就是 就是 自己自足的时候 就想回以前男朋友 和男朋友做爱的片段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我想回 我和任何一个男朋友的 一个亲密的片段的时候 就会加强那个记忆 OK 那我的脑 人的脑是这样的 你想得多的话 他分不到真假 那他就可能会 制造一个患像 就会以为 我想和那个人复合 或者我经常 就会以为自己喜欢那个人 其实不是 所以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它有两段 你看 这个地方 就是 摆入身体里面 它其实很少用的 它最 最开心的是 就是这个 圆绿绿的东西 做什么呢 其实你想象一下 这个是一个吸尘机 这样的 OK 这样 这样 现在开了 OK 但是开了 你看不到 没有什么用的 开了 然后它就可以 像吸尘机那样吸 那你就明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它就会非常极速地 令到我 或者一个用家 是达至这个性高潮的 OK 那又怎么样呢 就 省了我就不用看任何的识情网站 或者想回我以前的男朋友 那就会很快 就可能 三五分钟之内 已经搞定了 那如果 就然后搞定 这样就可以 就是 你不会经常拖拖拖 经常想着这件事 怎么样 和特别我们都没有亲密关系 OK 如果 为了想去达到性高潮 而要出去认识个人 跟着要大家互相了解 然后跟着 又要穿件漂亮的衣服 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先认识一下 可不可以发展长期关系 又或者你和一个不认识的人 发生关系 这些太麻烦了 还有 因为身体和其他不同 比如你喝酒喝醉了 就喝醉了 甚至乎 如果万一你 就是你会吸毒 或者你会吃大麻 那吃了就吃了 但是身体不是 当我们和别人发生的关系之后 那个记忆 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去留下 OK 所以为何说不要 就是 以前我们 年轻的时候做的事就算了 但是 现在的话 我会说 不要 等都等到你想要那个人出现 如果你可以 连这些都不用 更加好 那就可以 用了你的精力去创造你想要的伴侣 种种子 那我为什么会用 就是不想我谷得爆肝 因为你常常在胡思乱想 然后眼睛又 即是 谷得太多就不好了 那这样 那这个小玩具 就挺happy的 很快手的 然后呢 它下面有粒子 下面这一节会震 然后我买的时候 好像有discount三百多元 不用四百元 好像原价四百多元 那我呢 没有任何好处的 说明先 零好处的 我 然后就买了这个 润滑剂 这个就是 七十元而已 如果你买这个 连买七十元 整件事都是四百多元 那然后呢 这支是我自己的 就是什么呢 烧到药就好了 不用说 用完之后 噴回去 OK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一个呢 就是将整件事 就简单化了 OK 然后我就可以很安乐地去 完成了它 就move on 可以做事了 就幸好呢 现在年纪大了一点 就真的不是太多需要 其实这个这样的 这个sext toys 我这个C加Q 就用来开门口而已 这样 OK 其实呢 这么说 性这家东西呢 最开心的部分 其实是讲的 我现在这么说 就尽量令到 这个色情成份 或者任何的 就是naughty的 就是蟹的成份 尽量降低 因为我想 尽量正经一点 OK 就不要拿这件事来 开玩笑 美国人和法国人 很不同的 美国人呢 譬如他们拍摄电影 这个Sex in the City 就喜欢拿性来开玩笑 法国人不是的 我有个法国朋友 有一次我就在 开电影欣赏会 就是这个Sex in the City 很年轻 二十几年前 他看完之后 就很反感 他说 这不是美国人 拿这些来 拍摄 性格来说笑的吗 但他们很开放 法国人 我告诉你们 开放时是怎样 我这个朋友 当然了 以下说的东西 不是一触膏 一署人 就是他们可以 比如我这个法国朋友 他自己本身 是跳那些 叫做 踢脚的那些 那些 就是脚很漂亮的 上面的头上 有很多羽毛 身材很好 那些 那些叫做 踢踢舞 总之 就是一个舞梁 跳舞 那样 就嫁了一个有钱人 他说他小时候 在法国 当然我认识他 他那时候都在香港 现在又走了很久 他去美国移民很久 然后他小时候 他哥哥和男朋友 和女朋友做爱 是会叫他两个小妹妹来看的 现在哥哥教你们怎么做爱 是真人示范 而他说的时候 就说 是呀 我哥哥展示我们 看他怎么做 他说你今时多岁 他说 我都不记得多岁 他都很小 十岁以下 还是怎么样 你们法国人 这么开放的吗 我们开放最多 很多人都在一起看四仔 对不对 都好像没什么日子 我好像没试过 通常 就是不会啦 不会这样 我真的很开放 但是他们看法 美国的那种 那种Sex 那个开放法 就是觉得 很反感的 Anyway 所以我跟你说这么多 就是 我想以上的话题 都很少人说的 就是 大部分 其实我们以前那一代 性知识到哪里呢 就是姊妹咯 然后再大一点 就是Penhouse 就是说 我们跟两个女同学 夹钱买Penhouse 然后是Playboy 然后就是偷 爸妈的龙虎炮来看 然后那些 根本就不是性知识 一点都不是 OK 最近坊间 是多了一些 新兴未艳 就是什么呢 其实一直以来 在这个色情事业那里 特别是那些色情电影 都是以男性的一个观点 角度去出发的 OK 但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当你看那些四仔 其实呢 第一 真正发生的时候 事情不是这样 那现在多了是什么 多了一些女导演 是拍一些色情的电影 是由女性的角度去出发 然后整件事是完全不同了 你要发觉 是完全两件事来的 那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自己去上网看 好了 那就 话实话 那我们相对呢 其实是做了很多访问的 那就 以下说一说 那如果你也想知道 再多一点 那这样 其实我觉得呢 就算呢 这些性玩具 譬如你作为一个妈妈 OK 譬如你见到一个女儿 有一次试过 有个好朋友跟我说 她的女儿都青春期了 那女儿呢 就暗地告诉她 就是 她妈妈我洗澡的时候 用花灑 就淋在纸里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阴蒂的地方 应该有很多神经线 她觉得很舒服 那我朋友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说 其实这些事大家都会做 我小时候都会做 其实如果你不把这个羞愧 或者是将这个 道德这些东西加进去 其实你的身体 只要是身体 譬如我们以前住公公屋邨 你会见到那些小朋友 就是我们介伦的小朋友 两岁三岁四岁 他坐在一个门口里 然后打开自己的床子 然后去看自己的那里 有时候会玩自己的嘴巴 女儿又会看自己的那里 揭开来看 其实人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或者是小朋友会拙手指 其实拙手指就是最早的性行为 甚至乎大人也会拙手指 当然 如果你比较保守一点 你觉得 你很噁心 你 真的想不到你说完这样的东西 拙手指 你都说了出的 那OK 你收回 其实拙手指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拙的 例如耳珠 对不对 拙手指 好 Anyway 其实是一些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如果 譬如你遇到你 譬如你子女 你发觉他们也有点古怪怪 或者 其实这些是 如果你妈妈不跟她说的话 你叫她跟谁说 她出去跟女儿朋友说 或者跟同学说 你跟我认识鬼吗 你以为你个个女儿朋友 个个妈妈像我那样吗 这样 看这么多电影 看这么多书 又自己去亲身去经历 所以可以 譬如 我们都可以面对自己子女的性需要 譬如我的儿子 需要的话 姑妈可以送过给你的 没问题的 OK 有这些 好过大家无尽其压抑 又或者你很希望 因为有性需要 或者有生理需要 你希望找到异性 那这个出发点也是错的 这样 因为 讲到性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如果爱情已经够复杂了 然后你再加上性那样 然后大家这一知半解的话 就更复杂 然后有很多创伤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 就自己买个性玩具 OK 甚至乎就是 你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能力 达到性高潮呢 甚至乎结婚的朋友 你都应该有些性玩具 我床底下有很多性玩具 因为我那时候 不是因为我喜欢玩 因为我都没有partner 是因为那时候上过堂 我上过这个S&M的课程 那有些真的好漂亮的玩具 那边的都好漂亮 那又买定了 那我都会拍拖的嘛 每天都会拍的 那然后是 其实 除了钱之外 OK 钱可以做教育之外 其实sex都很需要拿来讲 有很多年轻人 可能都很开放的 不用你教的 他们更精通的你 那如果不是 譬如像我妈妈那样 为什么我跟我妈妈那么亲密呢 我敢说 我是我妈妈的好朋友 因为我妈妈 不会跟别人说她的性需要 那我就会 我会跟我自己的女朋友说的 那 还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能说呢 这个话实话多似个电话 Hello 这样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可以拿来讲笑 好了 那说回正经的 其实刚才那些都正经的 好了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话 那就 这样 如果你对这些sex toys有兴趣 其实我也不太有经验 因为这个sex toys 我初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太强劲 强劲到我受不了 因为它的振动得很厉害 就是说 哇 要捉电 就是比起一般的性高潮 可能高了 30-40% 那样 那个强劲 其实身体已经受不了 好了 那大家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 可以直接 就是在这个Facebook 找这个Good Mona 看到吗 Good Mona OK Good就是好的Good Mon就是M-O-A-N-E-R M-O-A-N-E-R 是什么呢 新任的意思 这个呢 族长 族长其实很出名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谁 他现在上过来 我们是相聚做嘉宾的 M-O-A-N-E-R 他将Good Mona 就变成Good Mona M-O-A-N-E-R 是新任的意思 Good Mona 一个非常贵的网名 来的 那样 好了 如果你是我们相聚的会员 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回 EP188 OK 188 那我就访问过 Tommy仔 他说 很open 我们是很open 你说性 那样东西 你可以听我们说些什么 又健康 乐而不淫 那样 那然后呢 EP204 204呢 就访问Daniel Vito 那这一集是英文的 那如果你听到的话 你就听吧 Daniel Vito 其实是我访问过 三个最spiritual的人的其中之一 第一个Daniel Vito 第二个是毅鼎 毅鼎 毅鼎的正名叫做 阿康 Verdin 做阿康 Verdin 那个字很难发音 另外一个 就是Tommy Mustage 这三个脑袋 真是开竅兼甲 是勁丑 而Daniel Vito 亦都很open 就是人类一般 我们能够享受到的性高潮 只是那个spectrum的40% 就是说 那我就是想象不到 那如果去到100% 会怎样 就是触电 OK 好了 那然后呢 204 然后就是207 208 就是访问 Tommy仔 和Goodmorna 就是族长的 那我们有讲到性玩具 有讲到很多性的问题 S&M 其实S&M 是很值得学的 不知道他们还开不开班 那我当时就上了这个低班 OK 下低B 已经是大开眼界 我以为我自己都知道很多东西 原来都不是知道很多 真的 唉 性的 好了 另外就是EP2500 2500 就是来自这个 蘇航 不知道是蘇州还是杭州呢 太久了 就是瑞燕华老师的 瑞燕华老师的 这一集是讲国语的 瑞燕华老师也是很开放的 就是 其实我们单身女士呢 你不要怕你自己的器官 OK 其实我们 我们中四的时候 读拜阿 读拜阿 那其实做什么呢 就是 大家商量 就拿一块镜 OK 然后有一天呢 爸妈兄弟姊妹 全部都在那裏 就拿着镜子 拿着电筒 就照着自己那裏 看看那裏的样子是怎样的 那男和女很不同的 那男呢 就是在外面调调的 但是女呢 其实呢 那个器官是 如果 就是这样说 有时我们自己都觉得恐怖 因为它 第一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内藏 你知道吗 其实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内藏 而且 它是很多巢的肉 是不漂亮的一件事 不是好像 手指是可以很漂亮的 对不对 然后你的嘴可以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接着 脚收得漂亮 也可以很漂亮 但是女性的性器官 其实它的構造 那个外观 不是一样很漂亮的 但是那是自己一部分 其实我们要看 不单止要看 而且要知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是很大过才知道 原来阴度和尿度 是分开 和是差很远 原来阴度 尿度是一个小孔的小 那样 Anyway 要拿着镜子来照照 看看自己 如果不是 其实你大过了多少分呢 你自己都不敢碰你自己 都不知道如何达至性高潮 然后你希望你躺在那裏 然后老公就搞得你碰 其实婚姻一定出问题 一定出问题 瑞耳华老师觉得 非常好 其实我们的妹妹 是需要被捉摸 这样 任何一个妹妹 好了 然后EP160 EP160 就是郑立峰博士 郑立峰 阿峰sir 就会说 为什么这么多女人 是有性冷感的 OK 其实呢 跟我们刚刚这个星期出街 那集 就是我们讲陪月 那集很有相关 就是 其实是有了BB 生完之后 那个月 那几个月 是处理得不好的话 女性就非常有可能 是进入性冷感的一个状态 要治疗回头 就不是不行 有些难度 那 因为她的心理受创伤 心受创伤 和说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那这个 大家看看 要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因为这几集呢 她说的一个 范畴都不同 但是 都是 跟性有关的 OK 这样 好 我拍一次给你看 OK 行不行 咦 这样 好 好 那我要说完 这样 那有位朋友 就问到 我又 有位朋友很有趣 他就说 美丽的Aster 哈哈 他说 想请教一下 你对男同性戀之间的性行为 有什么看法 其实男同性戀 和女同性戀 和男女同性戀 的性爱 都是性爱关系 没有什么看法 那 我就 之前有些死党 就是男同性戀 男同性戀 男同性戀 男同性戀者 那 反而是他教我 前戒有多重要 前戒有多重要 前戒 前戒可以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玩到你累了 都还没去到气肉 但是我们男女 一般性爱的行为 就是 可能整件事 你幸运的事情 15分钟 如果不幸运的话 可能5至7分钟 或者10分钟 就搞定了 基本上是一件事 好像一件事 要进行 要交代 但是我朋友 他教我 如何享受 这件事 但是这些 不说了 太说了 太怒骨了 要收钱 他说 以菊花 取代性器官 感觉很残忍 这些 不太明白 甚至听过有男女 都会玩 玩后庭 请问者 算不算是一种 正式另类性行为 其实去到 无论你是玩SM 五花大榜 迪蜡烛 或者是 我们叫肛交 是不是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两个都是理情外缘 甚至乎你三个四个五个的话 总之你那一 你两个人 我不管 你男人男女女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 说好 然后大家都开心 你关门的话 谁理你呢 你说对 还是不对 其实法律上 又没有不准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行不行 就回答你了 好 这样 要说的话 就说完了 已经是周末了 我就顺便说一下 下个月 11月 by the way 如果你想留言 就留言给我吧 我也想知道 因为一般我们做这些节目 没什么人看的 我发觉收视很低的 所以我就有个直觉 香港人 都真的非常性冷感 和对性是没有兴趣 似乎是对于飞碟 对于世界末日 那些有兴趣的多 所以我就比较少说这些话题 那anyway 好了 话说话 那我们就是 现在呢 好了 十一月 很快就来了 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一 就会有这个冥想班 和气功班 星期一晚 星期二 早上就会书法班 其实已经很爆的 气功班 也很爆的 然后呢 星期二晚 就会有读书会 那读书会 就开始是这个 当和尚遇上钻石 ok 下个星期二 就正式是第一堂 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亦都可以 买这个录音 ok 买录音 就一个个月这样计 ok 然后星期三的中五 就是中五的读书会 亦都是当和尚遇上钻石 就读到去 就是头几个 chapter 就比夜效早一个月这样的 然后来的星期六 即今天星期五 明天下午呢 就会有这个 Money Meditation 第37班 那我就会 John说的这个黄金冥想 我也会说黄金冥想的 这是我的枫叶金币 哈哈 我会加插一个黄金冥想 然后就 教大家五感观赏法 如何可以 吸财 ok 然后接下来 就有个重头戏 就是这个11月8日 OK 11月8日 我们就会有三天的 哪三天呢 就整个班才订 但11月8日是第一班 第一日 OK 就会有这个勾示 勾示就是John out的勾示 就是John out的零摆 万用法 就是基本和中班的一个组合 证书课程 是第一班 我也会想的 除了是三天和三天的课程之外 就会有另外送三晚给大家 用来实习的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不神秘礼物 什么是不神秘礼物呢 John out 就会送出 就是 每一个学员 是一个private section 就是一个私人的咨询 ok 你可以就找他去 问一个问题 ok 我也会想的 为什么会想呢 就是因为我很多梦要解 我就想解梦 还有就是 我想 譬如说我要搬屋 什么时候搬 搬去哪好 这些问题 ok 因为我自己学过奇门顿甲 就发觉自己一点天分都没有 是zero天分 ok 上了三次了 真是鬼婆就鬼婆 所以这次我也会 加入这个课程 就是因为我只想 做一些一般的 一些 testing 这样 去解梦 希望我就可以解下去 ok 好 然后呢 还有没有呢 说完了吗 说完了 ok 好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呢 11月8日 OK 11月8日 星期日的下午 ok 3至5点 OK 3至5点 那就是我会开第一次呢 就是我们呢 相聚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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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会 粉丝会聚会 那就是 有很多东西 第一 我们想有个 charity project 有些慈善的项目 那就是想大家brainstorm一下 和我们相聚如何做得更加好呢 那现在我们发现呢 就很多我们的铁粉呢 就没有用我们的那个网 的 没有用apps的 就算是铁粉 也没有用 就宁愿看youtube 但youtube 只有part one 那我们都说 哎呀 宁愿看完part one 那你part two part three 你不用看的吗 那我们就发现 咦死了 那我们的网站呢 用了很多很多钱去标 用了二三十万 二十万 起码有了 用了几十万去标 就没有什么人用 然后大家就看youtube 那我不如把阵地搬过来youtube 是不是这么说 然后跟着 就主要是 今次这个聚会呢 就带了一同铁粉 你要认识是铁粉 才会出现 如果你不是会员 然后跟着 又不知我是谁 然后跟着 又不知我是谁 然后跟着是柴娃娃来 踢我不会收你的 那就免费的 那当然免费 因为我们是咨询 就想问大家 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加好 更加好玩呢 这样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找Apple 就WhatsApp他 69983791 好 如果你有喜欢的节目 就给个like 订阅 按钟仔 看广告一分钟 分享你的意见 尤其是今集 分享连续给你的朋友 和快点成为 双绢的正式会员 好 祝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